以下为题主 我们常用物体所走的路径常与位移 以及物体所具有的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来描述物体的运动 路径常为物体实际所走的路程总长度 位移则是末位置与处位置之差 平均速率与平均速度分别为路径常与位移对时间的平均值 右径唯一物体沿X轴座义为直线运动 其速度VX与时间T的关系图 是依据上述文字与右径回答第一到第二小题 第一小题T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6.0秒之间 物体的路径常与位移分别为何 我们先来复习一个国中学过的观念 就是一个物体如果做直线运动 那它的VT函数图形跟T轴所夹的这个面积 就代表这段实距 它的位移量值 那如果这面积出现在第一项线代表 它的速度是正的 所以它的位移也是正的 所以位移的方向是正方向 那位移的量值就是这一块面积 那如果这面积出现在第四项线的话 那代表它的速度是负的 负方向 所以它的位移也是负方向 那位移的量值是这一块面积 那方向是负方向 有了上面的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计算 首先我们来计算 T等于0到T等于2.0秒 这一段实距 然后这块VT函数图的面积 是三角形面积 是1分之1底乘以高 算出来是4.0 那代表在这段实距 它的位移的量值就是4.0公尺 那因为方向是正方向 所以再把方向放进来的话 那位移就是正4公尺 好 接下来来算 T等于2.0秒到T等于6.0秒 这一段实距 它的这个三角形面积 等于1分之1底乘以高 算出来是4.0公尺 那是代表这段实距 它的位移量值是4公尺 那因为它的速度是负的 所以位移是负方向 所以把方向再放进来的话 那位移就是负4公尺 好 因此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计算 在T等于0到T等于6.0秒 这段期间 物体的路径长 以及位移分别是多少 那路径长就是它所走过的 总路径的长度 那是向右4公尺 再加上向左4公尺 所以总路径长是8.0公尺 那位移就是向右4公尺 位移要注意它有方向 加上向左 位移4公尺是负4.0 所以正4.0加负4.0 位移就是0 所以它是回到起点 所以它的位移 位置没有改变 所以位移是0 因此答案就是西选项 第二小题 在T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6.0秒之间 物体的平均速率 与平均速度分别约为何 平均速率会等于 路径长除以10具 好 那么在10具6.0秒这段期间 它的路径长在上一小题 已经算出来是8.0公尺 这样除起来的结果是3分之4 就大约是1.3公尺除以秒 那平均速度会等于 位移除以10具 那么在6.0秒这段时具 那上一小题也已经算出来 位移就是0 所以平均速度算出来就是0 因此答案就是西选项 平均速率约为1.3公尺除以秒 平均速度就是0 二小题 平均速度 预定